1633年 明朝重征年間 這一場從金門到廈門之間的廖羅灣海戰 意義非凡 明朝首度擊潰了大航海時代的強國 荷蘭 此戰地之後 土耳摩沙要入了世界強權國家的目光 戰敗的荷蘭把原本經商的據點 鴻湖轉回到了台灣 而這一場戰地的主帥就是鄭之龍 廖羅灣海戰其實基本上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海戰 就是說在那個年代 基本上以荷蘭這種 在大航海時代稱霸全球的這種狀況下 其實到這邊來居然吃鞭打輸了 可見鄭之龍有他的實力所在 這場海戰怎麼打 至今看來還是相當具有傳奇的色彩 因為當時荷蘭的船間炮力舉世皆知 鄭之龍卻以小船襲擊 不對稱的戰爭卻無所畏懼 鄭之龍的船剛好趁著這個東北季風 順風快速的接近荷蘭的船團 船盾 荷蘭它雖然火炮可以打掉很多船 但是難免會有漏網之魚 漏網之魚的話它就船靠近 因為它快靠近的時候 那個角度剛好是 讓人炮打不到死角 然後趕快就用鉱子鐵鍋把這個船給攻住 然後放火 然後船上的馬馬上跳水 引回自己的母船去 然後火馬上就燒起來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火攻行動 把一艘荷蘭的軍艦給炸成了 海戰之後鄭之龍奠定了無可撼動的海上地位 鄭家其實在 原先在安海就是一個 他們家族會從事海上貿易 所以如果從鄭家族回來看的話 會看到很多鄭家人 到澳門 到日本 到馬尼拉 從商 經商 這樣的一個紀錄 包括也包括到 剛好提到澳門 所以鄭之龍其實在這樣的家族下成長 他其實很年輕的時候 18 歲 就跟著他的舅舅來到澳門 在那邊跟他一起做生意 聰明過人的鄭之龍學了葡萄牙語 這是東亞貿易上非常重要的語言 他也學了不少做生意的本領 為了取得外國商人的信任 受洗田主教 取名米古拉斯 他受舅舅指派押船運貨前往日本 後來也成為大海商李旦的手下 鄭之龍在日本 應該是在這樣的一個管道下 認識了李旦 所以就成為李旦的手下 也被李旦收為養子 我當時很習慣這種 透過收養養子 養子 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讓養子跟養子出海做生意 所以李旦應該是很喜歡鄭之龍 年輕的鄭之龍 不以李旦的勢力為最後的依歸 他四處尋找發展的機會 也在日本建立其他的武裝船隊 鄭之龍的船對船間炮力 相傳他船上的這些炮 都是來自德川家康的軍事外交顧問 威廉亞當斯 人為英國航海家的威廉亞當斯 是日本史上第一個金髮碧眼的白人武士 為什麼鄭之龍會與德川家康的身邊人 扯上關係呢 為了解開這段歷史之謎 採訪團隊來到位於台南的鄭氏家庙 掀開一段鄭之龍在日本崛起的過程 鄭之龍在貧富的時候 他因為跟山普安政的關係好 他跟他買貨也跟他互相貿易 然後他就透過他買的這些炮軍火 然後又請了一個日本的武術師叫團石 來訓練他的船眼操作火炮 位在祖廟正門的女子雕像 就是他的妻子田川松 田川松的父親田川七左衛門 是歸化日本的泉州人 這場婚姻除了愛情 背後也有著政治盤算 松浦家為了松浦榮幸 二十八代藩主 為了這個把維持跟旁人的貿易關係 也希望藉由這個提高政治人的地位 來避免禮旦過度龐大 但後來田川松被請入到松浦飯的松東宴去 就是松浦榮幸的母親的皇宮裡面去 去作為他的侍女 後來就以松東宴的養女的名義嫁出去 所以可以講說嫁給鄭之龍 等於是提高了鄭之龍的地位 使鄭之龍可以進入日本貧富地社會的士族的階層 所以自然就成為當地重要的僑林 他在李旦和顏思琦時候 繼承海上霸權 一舉接收台灣沿海勢力 史料是說鄭之龍有一次的那個船隊 因為在海上就是應該或許他是要往南嘛 到台灣或是到東南亞 就是在海上被顏思琦的船隊就是打劫嘛 然後成為俘虜 然後成為俘虜之後又拜 跟顏思琦這個結拜嘛 他成為這個最小的一個這個 這個異地啦 那顏思琦是大哥 鄭之龍南瓜的海上霸權 無人能敵 到了1644年清兵入關 鄭之龍先是擁護南鳴 後又投降滿清 其實跟商人的性格很有關係 鄭之龍去輔佐龍武帝的時候 基本上龍武帝對鄭之龍來講是一個工具 就是他的棋子就是傀儡 他其實只是拿來他跟青桃談判 但是鄭成功是真心的 兒子鄭成功受儒家思想長大 後來受龍武帝賜國姓朱 鄭之父子最後走上截然不同的路 他還是要顧慮到鄭之龍在北京的安危 所以他跟清朝保持一些既對抗 但是又想要談判這樣的立場 或許可以保全他父親在北京的安危 後來鄭之龍在北京成為人子 但事實上雙方一直都有通信 然後鄭成功當然在北京也有他的情報網 鄭之龍鄭成功互相通信 後來被清政府官員發現 鄭之龍被流放到陵谷塔 最後遭斬首 傳奇的人生就此畫下句點 而在鄭之龍之後 再也沒有如此強大的海商霸主 能在東方的海域上乘風而來 踏浪而去 在鄭之龍 你不等於是有任何携和賀 全部沒法立下 去鄭之龍 你全家讓我們走進去